目前使用Windows 11系统的朋友们呢 你有没有发现你内建的这个Kopala AI的功能 其实是可以用视觉跟语音的功能部分 在旁边直接辅助你去使用你的电脑的某个工具 或者是教你使用某个功能哦 要怎么去使用呢 我们往下来看吧 Go 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正式启用了哦 如果你对AI教学内容有兴趣 每个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钱 就会获得更多的内容 想要更加深入学习 但常常出问题 选择学习plus方案 就一对一的聊天管道 或是呢 你愿意支持我们 也可以每个月请我客观养乐多 让我持续创作更多内容 影片要开始咯 你准备好了吗 嗨大家好我是阿汤 我们今天来教的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们之前在Google AI Studio里面呢 曾经有展示过 它就是可以用视觉的方式 把你的电脑萤幕分享给AI之后 AI呢可以直接看你的萤幕画面 去分析你画面里面的东西 或者是呢 教你使用某个工具 甚至你想要学习 Excel或是Word某个功能的时候 你都可以请AI用视觉加语音 然后来对话 教你怎么去做使用 今天我们就是要教大家呢 要怎么去使用 Windows 11里面 Kopala AI内建的这个 Kopala Vision这个视觉的功能 打开之后呢 Kopala就可以直接查看你的电脑画面 然后你可以用语音的方式跟它对谈 那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学习新的东西 或者是呢得到相关的解答哦 那今天来教大家这个功能呢 其实已经推出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蛮多使用Windows的朋友们呢 都没有去注意到这个功能 也就是呢 现在内建在Windows 11的这个Kopala的功能 在下方这个 大家呢可以先去点击开来看看 可能已经很多人没有去打开它过了 就都使用Charge GT啊 或是Gemini 就是网页版的这种AI 那事实上呢 像内建在Windows 11的Kopala 其实一直有在进步跟更新 那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Kopala Vision 也就是Kopala视觉这个功能来说的话呢 其实现在你打开之后 会发现在右边这边有一个眼镜的功能 它的说明就是与Kopala共用荧幕画面 可能看到这里呢 很多使用Windows 11的朋友们呢 大概都没有去注意到 哦原来现在Kopala有这个眼镜的图示了 或者是呢压根你就从头到尾都没有去打开Kopala来用过 好其实我觉得还是不错用啊 只是相较于其他我们像问答啊 或是产生图片那些的AI呢 当然Kopala我觉得没有比其他的服务来的好用 但是像这个Kopala视觉的功能呢 其实它对于学习东西解答东西 或是直接信的这种视觉需要直接帮你查看的画面 这种我觉得用Kopala视觉来解决是还不错的一件事情 好这边我们会试给大家看一下 同样呢你在Windows 11里面呢 就是打开你的Kopala的这个软体 你把它点击之后打开 然后再点一下这个眼镜 这边呢会先要你选择你要分享的萤幕画面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学习某一个软体工具要怎么使用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选择那个软体 记得要先去打开之后 这边就可以去选择那个软体的画面 然后按共用 那就可以只有分享那个画面给Kopala来看 那如果你是想全萤幕的画面都给Kopala看的话 就选第一个就可以了 Welcome back Scorpio So what's new? 点击之后呢就会出现这个小画面 这个小画面就是会浮动在你的画面上 那你可以自己拖曳这个画面 看要放到哪里去 就是不会挡到你的画面为主 比如说右下角 右上角 左上角都可以 你就会自己拖曳到一个画面去用 那你如果没有想要跟他对话的时候 可以暂时把这个麦克风关掉 或是把这个Vision的画面先暂时停用 等你需要共享给他 要问他问题的时候 你再打开让他去侦测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呢 我们要使用这个Kopala视觉的功能 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 其实我们前面讲得很清楚了 他可以直接看你的电脑萤幕画面 然后来教你要怎么去做其他事情 或者帮你分析画面上的东西 给你答案之类的 好所以呢就很简单了 我们这边就提供几个范例 比如说首先第一个 那既然他可以看我们电脑画面 教我们做事情的话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要做一个Google表单 但是我们不太会这个东西的话 那你可以就是请他来教你使用这个Google表单 比如说你看我们先打开 我现在想要使用Google表单做一个问卷 那现在画面在Google表单了 请你教我应该要怎么开始 首先在Google表单中 你可以点击标题处的为名表单 来为你的问卷明明 我现在画数值的这个地方吗 我现在点击的这个地方就是为名表单 好的您已经点击了为名表单 接下来您可以在这里输入问卷的标题 然后在下面的表单说明中输入一些描述 介绍问卷的内容和目的 接下来您可以开始添加问题了 需要帮助吗 我输入完标题之后 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如果我现在想要新增几个问题 比如说想要调查姓名 电话跟email 那新增一张图片的话 请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教我 好的 在您输入完标题和描述后 首先点击问题部分 输入第一个问题 比如姓名 在问题类型处选择简单以便填写 接着点击右边的号 变加问题和email 并同样选择简单 编辑好问题后 点击右侧工具栏的图标 来添加图片 选择并 是点击这个加码新增问题 是的 点击右侧的加按钮 就可以添加新的问题 然后为您的问卷 添加姓名 电话和电子邮件等问题 接下来 如果要添加图片 可以点击右侧工具栏上的图片图标 如果需要 继续告诉我 是点击这个新增图片 对的 你可以点击右侧工具栏上的图片图标 来添加图片 选择您想要上传的图片 然后点击插入 这样就可以把图片插入到您的问卷中了 我现在问卷整个做完了 接下来我要怎么把它发布出来 给别人可以填写这个问卷呢 在完成表灯制作后 点击右上角的发送按钮 在弹出的窗 是这个吗 对的 就是右上角的发送按钮 点击这个按钮 然后再按一次发布吗 是的 填写完表单后 再点击一次右上角的发布按钮 就可以分享或收集问卷的回复了 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继续问我 别人填写完之后 我接下来要去哪里看这个回复内容呢 在表单的顶部 点击回复交叉半 这里会显示所有填写者的回复情况 包括统计图表和单个回复的详细信息 需要查看详细回复时 可以点击查看单个回复 右上角的连结之试算表 这个功能是做什么的 点击连结之试算表后 系统会创建一个Google试算表 将所有的问卷回答 汇总到这个试算表中 这样你就可以在试算表中查看汇总 要建立新试算表 还是要选取现有的试算表呢 这持绝于您的需求 如果您想要将此次问卷回复 保存到新的表格 就选择建立新试算表 如果您希望将回复汇总到 已经存在的表格 就选择选取现有的试算表 这样既可以更好的管理数据 又可以方便后续的数据分析 好大概是这样 看完这个范例大概蛮清楚的 它基本上可以很步骤式的 帮助我们进行这个教学 那如果你中间呢 你不一定要等它讲完 如果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想要问下一个问题 你可以直接打断它 然后可以直接继续发问 它就针对你新的问题 直接再继续回答你 所以呢 如果你是想要学某一个软体 某一个工具的时候 你可以打开那个工具之后 把画面分享给这个CoperaVision 那就可以让它的步骤式去教你 唯一目前AI没有办法做到的是 它没办法就是比如说要叫你去按哪里 它就哪里出现哪个烟 它就哪里出现一个什么颜色 然后叫你去按哪里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应该是迟早可以做到啦 毕竟它就已经共享你的萤幕的话 接下AI可能以后再新增一个什么标示的工具 它就自动可以在某个区域啊 或者是某个位置出现画面显示 然后提醒你去点哪里 那我觉得这之后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好 接下来给大家做第二个范例 就是你可以提供一个题目 然后让它来进行解答 那比如说像这个是国小的数学题 那我们可以让它来解答看看 好 比如说你可以一样打开它之后 然后来问它 请问一下第三题卡车往返这一题的答案是多少 第三题卡车往返的问题是说 卡车在两地之间往返 去程花三小时 回程花四小时 距离是245公里 我们可以计算出去程的速率是每小时81.67公里 而回程的速率是每小时61.25公里 然后把去程和回程的速率 相加再除以2 得出平均速率是每小时71.46公里 就像这样子 你可以把题目直接给它 然后让它看你画面这个题目之后 它就可以帮你计算出这个答案来 那这个答案呢 如果你觉得它解释不够详细的话 你也可以再要求它 计算的再更详细一点这个步骤给你 让你可以步骤式的把它写下来 或者是请它再讲慢一点 你可以更好去理解这个题目 不过像这种文字分析的部分呢 目前Kopala 我觉得没有到很强 不知道为什么 比如说我来试别题给大家看一下 请问一下第一题 妈妈开车回外婆家 这一题的答案是什么 第一题 妈妈开车回外婆家 速率是90公里呈现 需要36分钟 因为36分钟是0.6小时 所以距离乘以时间 即90公里呈现 乘以0.6小时 答案是54公里 有没有发现 它这一题的辨识完全辨识错 辨识成90公里 是乘以0.6 所以它完全是 没有辨识正确这个数字 我有发现像这种 稍微模糊一点的 它有些辨识起来 就没有那么准确 但其实我同样的问题 丢到Chart GT 或是丢到其他AI去测试下 这分析出来的数字 或是文字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像这个部分呢 如果你想要让它去分析 你画面上的东西 如果像这种 比较有点模糊的感觉 没有那么清晰的文字 就可能没有那么的适合 准确度会有差别 但如果你是像一般的这种 网页啊软体啊 比如说你想要学习剪映 想要学习Excel Office的 哪一个东西 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 Copera Vision 然后来直接做 做学习的部分 当你使用完Copera Vision之后 回到Copera这个软体的时候呢 这边呢 其实就会有 你所有回答的这些内容出来 那比如说你问他的问题啊 然后他给你的答案是什么 都可以在这里重新去看 所以即便呢 像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他真的讲太快 你没有听懂的话 你也可以回到这边来 用文字去看一下 他给你的答案 以及这个过程 然后像我们刚刚这个第二题啊 像妈妈回外婆家这个 你看他辨识就有问题 速率是90 但其实是58 那36分钟是0.6小时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其实他如果真的辨识错了 你也可以口头念给他 告诉他速率是58公里 那他其实就会帮你重新计算出来 这也是OK的 所以呢 可以透过Copera Vision 视觉的部分加上语音的辅助 你就可以很像是一个 真正在旁边讲话的AI来辅助你 其实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蛮实用 也蛮好用的 大家如果在学习新的事物的时候 可以试用看看这个功能哦 看完上面的介绍之后呢 你有没有发现呢 这个功能如果你之前一直都没有用的话 是不是太可惜了一点 不论你是想要用来学习新的工具 分析相关数据 或是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呢 其实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进行 会比起以往呢 我们要一直用截图的方式给AI 然后去得到答案 速度会快乐很多 特别是用在学习某个工具上 今天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啊 如果喜欢这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AI相关教学的话 别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我是阿汤 下次见 拜拜 拜拜